本地校车业者为了加强防范 增加了校车的清洁和消毒的次数 有幼儿园的校车业者也为孩童测量体温 如果小朋友出现感冒等症状 就不会在他上学 这家交通业者有五辆校车 接在本地的学前儿童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 业者开始为学童做体检 确保他们上车前没有生病 其他受访业者也表示 已经增加清洁校车的次数 不过有家长在应对级别提高到成色前 就已经不让孩子上学 以免同外界接触而受感染 不过如果情况没有好转 也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学校 让照顾的人有机会喘息 那么家长因此希望校车司机 可以戴上口罩 一些国际学校已经要求校车司机 即使身体健康也得戴口罩 不过业者表示口罩供不应求 目前存货只够四天的用量 4户也不应求